今天要有不同的新品 然後今天主要是想要接受大家疊穿的一些單品 然後是像這種可愛的T恤 然後還有我們這次還有出寸靈的 然後圓靈的還有V靈的 全部都是有幫大家備好就是遇寒神器 穿起來就是很暖呼呼的 那這個的話它是有一點點質容 可是它不會太厚 就是像這種現在天氣還是可以穿 它很可愛 像這種草 就是有一點點比較書寫題的這種英文 然後它是靜韓的話是紫容的 然後我身上是咖啡色 然後有不同顏色 因為它的顏色跟配色 你看它這個地方是有點今年流行的 安可拉紅很可愛 然後我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配一樣新款的這個配裙 這配裙呢裡面有做內衣餅 然後穿起來身材很好 然後紙身上面也很友善 所以有問題的話可以問我們 然後裡面啊它有做內衣之外 還有做的安全褲 穿起來很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真的變冷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那個絲襪 保暖絲襪又開始 大家都瘋狂問 大家不用擔心 我現在使穿給大家看 完全看起來不假 然後裡面呢 就會做有點透膚感的 它這種有點透膚感 我覺得最漂亮的 它就是看起來會 有點隱隱約 而且它穿起來很顯瘦 然後重點是保暖 你就是真的整個冬天 你有這個絲襪 就是可以進行穿的短褲 矩皮裙都可以 然後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喔 這個T恤 我等一下把這個拉出來 讓你們看一下它這個版型 最簡單的就是 基本上我都會推薦大家 就是買基本色 大利色發揮的深紅 就是安可拉紅 酒紅 或是黑白 黑白 然後米灰 都可以 那因為它這樣 這個只要是 它那種深咖 米色 卡其色 灰色 然後黑色西裝褲 都可以 立刻混它 讓那個深咖 因為沒它得 就是一直都延燒嘛 那這樣這個的話 我覺得很推薦 東方女生穿 有一件還蠻襯膚色 之外呢 它穿起來很顯瘦 但它顏色又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可以配奶茶 喜歡奶茶的朋友可以配上去 然後呢 這樣 來配這個 烏木棕色的這個 短靴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看 然後我搭那個絲襪 因為你們可以 就是到時候到我 上看官網那個絲襪 它裡面真的是一層 就是完全保暖 你就是認真寒流來穿 也都不怕那種 那我就是現在這種 跌穿式的 我現在就是像今天這種天氣 我就可以這樣穿 然後呢 一層一層拉上去 比如說冷的時候 唯一冷 就會加一個毛衣外套 然後真的很冷的時候有沒有 像寒流啊 你又有點擔心 然後到 可能出去玩 我們再 去吃餐廳 到餐廳是不是要拖一層 然後我就會 讓你們看一下疊價的感覺 因為疊價T恤真的超重要 所以這一次 唯一系列出了三款 寸鱗 圓鱗 跟V鱗的 讓你們可以混搭 然後我就會拿這個 這是新款的那種毛衣外套 好像這個 是大家家裡都沒有那種簡單的 簡單的開衫 扭扣的都可以 然後我就會拿這個 那我現在搭的就是比較 嗯 我覺得有點幾點分 可是它顏色就很美 然後你像 這種顏色 你就混在一起 這個我來推薦 安可拉紅 神藍 然後大力色 都可以配這個顏色 非常漂亮 然後我疊搭起來 讓你們看一下層次感 這個可愛的小包 這個質感很好 然後空間也大 然後重點是 它可以直接這樣 立在這邊 然後這種美拉德風 陀色的經典陀色 然後這樣 就是很適合 就是很簡單可以混搭 別搭的重點是 你真的怕的話 你就拿相近一色 直接去搭 然後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會 裡面的話 穿比較深色 然後除非白的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 擦起來 我就會特別顯瘦 然後最外面的一層 看起來就是比較 亮麗一點點 看起來比較吸睛 然後拍照也好看 然後你整個 下面是不是就很低調 它顏色很美 然後還少了什麼 耳環跟項鍊 如果項鍊啊 我推薦有一點點 最適的 是不是有差 然後如果你這個 已經比較特別了 對不對 它後面還有那個 個數可以讓你調整 可以長一點 短一點 然後如果你這邊 已經覺得比較有造型了 你這邊就可以搭 珍珠的耳環 去搭配 這是很簡單的 而且它這個全部都可以 再混搭 所以很方便 不用擔心 像這樣子 很簡單 然後你想要配毛 另外套也OK 然後我現在再搭另外一個 這個呢 這個T恤 它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那它抹一點點毛幾乎都沒有 可是呢 因為我覺得比較適合台灣的天氣 那它這個啊 彈力很大之外呢 我特地做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 像這種T恤 我們賣場是不是已經很多了 拿來打底的 西洞外套裡面 就是要穿合身的 可是有時候你想要穿 微鬆的怎麼辦 這種微鬆的T恤 其實真的不好找 尤其是修圓鴻滿的 朋友對不對 然後像我是 夾快快比較嚴重 就會想要有一點點 微鬆的T恤 可是呢 長度 有時候盡量可以到屁股一半 你會比較好搭配 然後比較安全感 那這個系列全部都加寬加長 它看起來照片都是一樣的 跟大家一樣 可是它的彈力呢 它是韓國不良 可是它彈力真的很強 然後我有拍影片 跟實體的自然光的 材質照片給你們看 它這一款我真的是 這一系列 第一款就是圓鶏的 再來另外兩款都是刷絨的 就讓你們可以日寒生氣 就是打底 讓你可以直接單穿 然後直接大衣啊 毛衣外套 夾克屁股外套 都會非常好看 然後就是 重點是什麼 我全部都有加寬 加寬就是胸部 像這個T恤一樣 胸部這個地方 跟臀部這個地方 都加寬一點點 讓你們穿的時候 比較沒負擔 不要吃個火鍋 肚子有跑出來那種 OK 我穿這個 這顏色很近 因為鏡頭上面 我想要讓你們整體感 就是 完全零煩惱穿搭 就這樣搭就對了 然後最好搭是什麼 黑白灰 這三個先拿 然後喜歡美鴨的朋友 可以參考 OK 這種T恤呢 還有什麼好處 就是 第一個 如果喜歡動動針織的朋友 有沒有 針織是不是 它那個都會有一點動動 那你有沒有穿 有沒有 其實穿毛衣已經夠不冷了 就是已經夠保暖 可是常常風一來 其實就覺得 哇 怎麼風灌進來 你裡面就想要搭一個這種 搭底的 那你很冷的時候 你可以搭發熱的 那一般天氣以台灣來講 我推薦像這種的 舒服的 這種有點知名的 高彈力T恤 然後它有少一點點 真的很包容 就看不到 的這種 最好搭 然後你看它的 版心 是有一點點鬆的 這是我們特別做的 所以外面真的沒有 它同樣才值得 可是我們就整個加寬 然後就是 希望你們會滿意 因為它這個就是 真的 連煩惱 完全看不到最後 然後是圓領的 然後呢還有什麼 毛衣 圓領毛衣 你想要做蝶色的 還有第二個 衛衣 就是我們在穿那種 大學體有沒有 有帽子沒帽子 裡面是不是有時候 想要再打一件 就做個層次感 這種就很ok ok 然後這簡單的 穿這個項鍊 就可以搭 然後這個裙子的部分 後面是拉臉 裡面呢 只有做這個臉 冷的時候 這個大衣已經出現了 這個是短大衣 這個比較像是披風時的大衣 然後推薦給喜歡短大衣的朋友們 這就是稍微比較人味一點點 它是那種 也是木木中美拉德系列的 然後呢 它這個 翻臉的部分 它是有點 兩邊不規則 然後 扣子是扣的邊之外 讓你們 接受它的 袖子 因為它是短的 然後它坐這邊 想要讓你可以塞那種毛衣 有沒有 如果你冷的時候 它袖子是做寬的 所以你可以塞厚一點的東西 然後呢 它這個怕你會看起來沒精神 你看它的袖子的部分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設計 它直接幫你扯起來 所以你會有那種層次感 我往後退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它這個 大翻臉的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很浪漫 然後顏色也很美 然後它是羊毛 大概 可以看 我們上面的毛衣 那個毛衣 跟大衣 上面都會寫材質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 我覺得這台灣已經很夠了 那你下面的話 裡面可以搭一些 更就是 保暖的發熱衣啊 然後 毛毛的T恤 或是毛衣 羊毛衫 都可以搭 然後真的很冷的話 裡面就是今天 真的要經理搭 那種發熱衣的才夠 但是我覺得以台灣的天氣 它這個 羊毛大衣 我覺得蠻夠的 你穿上去就是 它也蠻輕的 可是它真的蠻保暖的 我好像退亮 你看 顏色很美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個 因為這件就是很貴氣 不過 理想它是這種 比較 舉感一點點的 羊毛短大衣可以參考 然後 扣不扣都很好看 我覺得 它就是 有一點點 這樣子 垂嶺 這種大凡嶺的效果 會比較隨心一點 然後顏色 會看起來 這邊還有口袋 讓你看一下 好 再這樣 今天重點就是這個 襄子 因為它是撤起來的 然後 毛大衣 然後打凡嶺 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比較冷的時候 然後中間 有點冷 可是 就是像 今天天天這樣比較冷一點 但是冷一些些的話 就可以推進大家 架克 架克類的呢 那種風 那種風陰類的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風很大 氣溫還OK 然後但是風蠻大的 就很推薦那種 精神組啊 或是 風情組 然後你們的公司 那邊那種大陸式的 風很大陸 有 很推薦風衣式的 那這一款呢 看起來會比較 這一款就是風衣式的 然後我也說 看我調整 因為它有這個腰帶的 然後這個地方都是鬆的 所以它可以裡面在加厚的 然後 如果你喜歡輕的外套 然後我覺得這個可以撐很久 因為 騎車其實也蠻不冷的 然後這個 等一下我可以弄給你們看 後面的話 這邊有做的 細繩 可以放 然後往後退讓你們看 然後 然後 你看它 修指寬得很可愛 就是這種 直接加絲襪 長靴短靴啊 就是穿起來就是 我覺得 很顯瘦 之外呢 我覺得它會有一一點點 雖然是它還是版型 還是蠻 女性化的 可是看起來會比較帥氣 那我等一下看 如果西村的朋友 你這個地方 會怕冷的話 這個可以拉起來 我往後退讓你們看 好 甲克式有點封衣式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做這個扣子 平常穿可以大翻力這樣 接下來介紹另外一個顏色的 配這個 是白色的 這個T恤很舒服 很好搭 你就會配牛仔褲啊皮褲短裙 什麼各種牛仔褲西裝褲都很好看 就顏色是這種 直接做妝色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讓你們看一下 可以這樣混搭 這是剛剛那件 比較偏 南瓜色的毛衣 然後是它的灰色 這種蜜領式的這種我很喜歡 因為這個穿起來我覺得很有大牌效果之外 我覺得完全不會退流行 不是十年後五年後 還是覺得喔這是你還有這些毛衣 你還是可以隨便搭 你完全不會有任何負擔 好我先搭隨便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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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可以讓它分兩小點 拉力拉上來讓它直接插開的 雙拉力的設計 這樣很方便 把我後退讓你們看 好 這些都是超級好搭配 完全不用那天不退流行之外 我覺得穿起來很簡單感 是我最喜歡的 還有 比較輕鬆 灰色跟男娃娃的感覺差異蠻大的 但是我覺得兩個風格都很 很好去 再另外做壁畫 比如說像這種灰色毛眼影 配如果西裝褲跟牛仔褲 效果完全不同 你就會覺得哇 整個同一間單品可以知道不同的效果 非常推這個絲襪 這個絲襪是每個人都買一雙 因為它非常的顯瘦 然後保暖 這件事情就是兩件事情加起來 真的很瘦 我覺得很吸引我 OK 再來就是 如果再冷咧 這個裡面有沒有 再冷的話 裡面的話 我就加發熱衣 然後疊搭 然後這樣 然後這個冷呢怎麼辦 真的是 要穿大衣的自己 我就會再疊搭 然後我會建議 就是疊搭的時候 你大衣的話 大家都很擔心對不對 就是 到底冷不冷 我跟你講 大衣就是買一個 一個大衣 然後一個羽絨衣 我覺得就蠻可以擋的 然後夾克跟封衣 我覺得可以多買 是因為台灣的才 天氣非常常用到 新款大衣 這是今年出的新款大衣 然後我可以跟你對明 去年跟前年 賣最好的 那個灰色的 它那個是50%的大衣 羊毛 所以我覺得它雖然輕薄 它也蠻輕的 它真的是蠻保暖 以台灣天氣來講 我覺得非常的保暖 然後這個 它有白色跟黑色 然後這個黑 有一點灰 但是它是黑色吧 但是它是有點帶一點灰 我覺得質感不特好 所以我就想要做一個層次 讓你們看起來 這三個 穿一起也不會很奇怪 再來是這個 帽子的 這也是新的毛衣 然後是拉鍊式的 它顏色很可愛 然後是帽子的 珍珠 這也是真的 認真的毛衣了 就是你真的穿起來 就很溫柔 好 穿給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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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小影式搭配 真的差蠻多的 然後是用帽子的 它這個也是雙拉鍊 可以自己拉 然後這邊 這個就是有點微松那種帽子的 我也很推薦搭整脂的 羊絨褲啊 或是整脂褲 或是直筒褲 休閒的 冬天的 裡面加蓉的 或是有一點燈心蓉的褲子 我覺得也很搭配 好 這個 帽子的毛衣 可以搭這種 外套 特不好看 像這個 看到有帽子的金汁 我覺得可以搭配性就會蠻高的 你可以搭羽絨的 然後你可以搭這種毛衣 大衣 夾克都可以 看起來就是立刻會比較休閒感 往後退 然後這個呢 因為它是風格的關係 我就換一雙短靴給你看 等一下休閒一點 換這個 這個呢 是冬天的 今年的挑種均學 可是這個均學很可愛的地方 它做的是雪地靴的效果 你看它上面是做的這種老毛的 然後我挑的是黑色 如果兩個顏色已經選不出來 我就很推薦黑的原因 第一個是它超嫌瘦 然後裡面可以塞一個增高點 第二個 就是它看起來 版型 真的整個 你摘管褲 牛仔褲 喇叭褲 你就是可以蓋住 都可以搭配 因為它就是 整個是有一點增高的 而且它的炫頭啊 是 可以看 小圓間 完全滿不怕 看起來就是笨重感 非常嫌瘦 我現在換這個給你看 這款裡面 短靴呢 這款 就是雪地靴 它是完全 裡面就是整個是 有剛剛像雪地靴的那種 內筆柔 它非常軟 可是你可以久走 認真 你像跨年 你要出去的話 這個認真久走 都會很舒服 你出國也可以戴 整雙的話 它有重量 可是它比起一般 一般的雪子算是輕的 真的很舒服 可以走久的 但是它是很舒服 它是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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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長筒長跟綁的 我都有稍微 就是認真的比對過 它真的非常的顯瘦 然後消退 怎麼都很舒服 然後你看它的 噱頭型 然後 紫花 各種都有 OK 有我喜歡的朋友 真的 完全不能出過 因為它真的只有這個 這些才有的 就是很舒服 還有一堂 可怕 很像 可以 分析 就得了 勢 要是 可以 可以 這個條紋的 然後拉鈴 翻鈴的 針織 這個穿起來就是立刻會 條紋就是立刻穿起來就立刻有形 然後會有一點凝凍藍感 然後它這種立落的方形 就是它這種半心 然後下面還有做鎖孔 我先配剛剛的選領靴 給你們看 它很可愛 可是它有一點帥氣 可能又有一點點溫味 它搭起來都很好看 給你們看 這種簡單的大衣 有多好配 不管是什麼領子 它搭起來都很好看 OK 這是今晚最高潮的地方 就是 我有出這個最新的 這個最新的 內搭達的這個系列 它這兩款啊 是裡面有刷毛的 就是磨毛的 然後它這個彈力啊 我等一下拉臉 你看它彈力真的很好 因為目前我看過 彈力最讓我覺得舒服的 因為它有些彈 你會稍微貼膚一點 但它是有點空間那種 就是你真的不用太擔心 那這款的話 它算是比較合身一點點 然後我資料都會明明說 晚上10點會不會給大家 它是完全比例 搭底提音 因為它這個白色啊 它算是厚度還有一點 所以你穿起來你穿一件 我覺得就很保暖之外呢 它也不會透 不容易太透 然後就會擔心 那它是穿這個裡面 還要在穿什麼 那你這個平白色 基本上我還是穿那種 簡單小可愛在裡面 或是簡單內衣 然後灰色白色都OK 我都測試過了 它還OK 很好看 還有這種 美拉德卡 咖啡 很美 灰色 配那個是新款 但是新款呢 它是這種藍藍色的 這款呢 是每年冬天必出的 有一點點下面是寬的 但這個很適合配 窄就是短靴 或是跟鞋 樂福鞋都可以 還有穆德圖 我覺得很適合 然後這個款式呢 它穿起來的那個彈性 也蠻大的 是 非常好 不然 有嗎 有你 我們 有 先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呢 簡單的飾品 蘇果鏈簡單的毛衣鏈都可以 這是V0的 你看它是 這個地方 都幫你們加寬 然後彈性很好 我幫它給你看 然後你看它的那個 這個版心 就是完全不用擔一台肚子的那種 我認真有幫你們就是加好那個 大家調整 長期以來的雷劑經驗 這兩款全部都是要幫你們調整 它的寬度跟長度 它長度不會太短 然後裡面是做毛毛的 很簡單的 T恤 很簡單的T恤 台灣的那種天氣 就是外加 風衣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就是你可以輕量的疊加 然後它這樣一件就很 就是它不會讓你真的太熱 可是它就是會有保暖度 我覺得非常好用 在球洞的話這樣一件 真的很好用 像那個 像真的稍微冷一點 大概那種 小寒流那種 我就加平衣啊 或是原本外套 清涼的 我可以直接這樣斷 短外套夾克直接夾 就OK OK OK這個呢 比較多大家會問題 上個顏色都穿給你們看 很簡單的T恤 穿起來就很有氣勢 然後整個脖子短的朋友 這種就會很休息 而且你看它是圓的 又保暖 你今天就夠 好嗎 OK 咖啡 咖啡配那種藍色也很漂亮喔 用V-0的皮褲 然後西裝褲 簡單的短裙皮裙都可以 剛剛忘記介紹 它連這個臉的地方 它都有做兩層 就是它會讓你整體看起來 會比較 它V-0會整個包住 不會單薄單薄的 因為它其實後面是整個包住 這個叫後頸 後頸的地方 它布料真的還實料 然後彈力也是很夠 這一件呢 除了我意料之外賣棒 因為這一件呢 它上面是有點珍珠的 這個我會想到是日系品牌 來做這種簡單的這種 痾痣 就是它上面會有一些 痾痣 或是一些貼鑽 這樣子 它只有這一款的話 是做珍珠 它這個顏色 因為大家不要擔心 所以我就穿這個顏色 那其他顏色因為黑白 我覺得都很OK 隨便搭到我很好 好我現在搭這個 新的牛仔褲 那種河深不景深的 版型 加它的顏色 它是那種淺橢色 我往後看讓你看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OK 下來 配 超恩款的一系列 增值 然後配這個皮長褲 給你看看 然後它裡面 比較特別的一款 新款 它是做這種 蝙蝠袖 然後V零 這一款呢 非常推 因為不管什麼 都可以穿之外 就是它完全不是 你可以穿起來 蠻有型的 那些東西 可以穿上去 它是一部 還要是一部 要是一部 還有一個 我可以穿上去 好嗎 但是 你可以做一個 中文字幕君 這個 Beeling的 然後是不是款的 完全不會調人 然後也不會讓你漏到 這個 這個 這個短靴啊 所以我現在穿那個雪地靴 我覺得它蠻好的地方是 它因為它都是綁好的嘛 可是呢 我幾乎不用 好 就是我可以直接這樣順穿穿進去 因為它那個 這個地方的空間我覺得算大 然後因為它是長的 然後你腳就稍微散一下 我覺得很方便 但是出門的時候 就是很急 我自己都要穿的靴子 還蠻長穿的 尤其是像有點下雨天 然後這個好像有保養 然後你就可以噴露房去噴露 很簡單 這個呢 這是另外一款 這是50% 這有50%的羊毛 然後它也很輕涼 很保暖 這個剛剛一直有試穿的 黑黑色 是新款 然後是同一家做的 我覺得它的版型 跟方面我覺得很陽氣 而且不退流行 然後長度夠長 可是也不會太過長 就是像我這種 個子小的朋友 然後它的整體氛圍感 我覺得有做到那種 比較歐風啊 含風的那種感覺 它灰色的話 就整體氛圍感 會比較溫柔一點點 就看你自己的感受 然後它是做有點斜紋的 效果 然後它會有兩三個顏色 混汁的那種感覺 再來 最後 最後兩組 一樣是打底系列的 打底系列這個 我會非常推薦買的 原因是 它這個 這一個款式啊 它沒有另外一個膜包 它是一點點輕量的 然後它的彈性很好 這是我剛剛一開始有穿生咖啡的 給你們看 淺一點顏色 會不會看得到 材質 這個呢 很簡單 然後它布料有垂 有垂感 彈性又好 所以穿起來我覺得 版型很顯瘦 然後我搭這個 搭最簡單的 嗯 發棍褲 給你們 然後配新的 羊毛的 圍巾 不是 有垂感 燻 像 圈 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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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圓領的 你看 長度有到這裡 然後你看它鬆度 很舒服 然後真的很簡單的 那這個的話我通常會拿來搭 跌搭衣 然後毛衣 很簡單的 你當穿要或披著披肩 都可以襯衫 裡面內帶也可以 很簡單 然後搭這種毛衣 有一點沉濕感 很簡單 像這種 然後或厚一點的襯衫 牛仔襯衫啊 裡面也可以這樣搭 OK 然後我放其他顏色給你看 OK 這樣簡單的 然後這是混羊毛的圍巾 三角巾 真的超厚 然後因為這個 然後先梳起來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 簡單的 這種圓領T 但彈力真的很好 然後呢 三角巾 三角巾 然後它厚度大概是這樣 讓你們看一下 厚度 這個三角巾 我之後會拍這個 各種綁法 但基本上我自己最長 就是直接平 然後它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有點厚度 然後混羊毛 然後它做條紋的嘛 然後還有很多顏色 我帶明天的話 晚上10點都會公布給大家 然後三角巾 隨便有 都好看 三角巾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因為冬天了 它有點厚度 所以它其實不太會定 然後就是這樣披上去 就是不同範圍 很簡單 然後你轉個圈 它只要轉一下 然後散一下 它的氛圍感都會不太一樣 就是很好用 然後冬天的衣服 大家都想要比較簡單一點點嘛 所以這樣就可以 就是會有一點點不同的氛圍 直接往後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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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往後綁的話 其實它就會有一點像 牛栽靈 那種吹靈的感覺 那因為它三角巾 所以它會有兩三層的那種效果 然後如果再搭上 你的毛泥大衣啊 或是毛衣啊 會看起來氛圍感很好 所以我現在先搭那個 大一點 你看它的整體感 會很滿濃厚的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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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裡面秤的 我是 其實它真的很好 隨便 你想到什麼方式都可以直接 用 或是直接把它拉出來 很簡單 然後我再試另外顏色給你看 這個是灰色跟淺灰的 這個顏色很好搭 然後比較冷 冷一點點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個 它是米色配黑色 這個顏色呢 它這個吹靈 因為每次綁法都可以不一樣 很簡單 那你比較怕 像基本上 感冒最怕的就是這邊 所以我很愛用這個 這樣 簡單 搭配 搭配 你如果 喜歡 這種 垂的感覺 很多朋友也會直接把它當帽子 然後可以綁 然後我這個它會交給大家 因為現在這個 比較看不到 沒辦法讓你們看到 可是像這個啊 隨便綁 像這個 你看喔 直接 折一下也都可以 然後它這個是偏米色的 其實像這個安可拉紅啊 我就是不一樣 這個給你看的原因 是因為安可拉紅 其實冷色調 跟稍微暖色調 都可以混搭 像這樣 很簡單 然後我像這個 直筒褲 我就會直接配 可以收收學 顏色的 配起來 感覺會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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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我再另外拍影片 給大家分享 然後大概下週會出來 然後明天晚上10點 會公布 所有的清單 然後最後一組呢 是剛剛先是圓領嘛 然後再來是B領 最後一個是寸領 寸領的 這邊 這個很推薦是 如果你脖子比較短 然後你比較圓 方圓啊 脖子臉啊 各種 你有點擔心的朋友 可以挑寸領的 這種一點點領子 可是它這個地方啊 會有多加0.5公分 所以整個會看起來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不用擔心 會壓到你的 哇 這個漂亮的脖子線條 然後呢 也有安可拉紅 它大概有8個顏色 然後配西裝骨給你看 非常好看 因為好搭 然後呢 它這裡面 一樣是彈力的 這種 摸一點點毛 穿得到 有了 這裡面 可以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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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了 有 感谢观看 这个寸领的话 它是得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旁边有加宽 你有发现吗 这种立领的旁边有加宽 然后这个胸围跟异常 也是偏常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上一串 不用太担心 就有点黏黏黏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 涨到我的西装库里头 谢谢大家 可以在另外再夾 西裝回套啊 然後簡單的 馬甲背心也可以 這種彈力的T恤 真的搭自己真的必備 然後合身可能是微鬆的人可以自己選擇 這個的話就是完全單搭都OK 然後很推薦搭毛衣 然後漸層色的話 這個的話也可以搭一些最素的那種簡單衛衣 然後沒搭 沒搭項鍊跟沒搭項鍊的差別 黑灰色給你看 有銅色系的 很簡單 其實這就是 會很像大品牌會出的那種羊毛衫啊簡單的 這種彈力力選混搭這種大衣濕的 很好看 然後而且完全不會推流行 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問我們 這幾組呢明天就會上 真的很推薦 而且我們會做活動 所以有機會的話 就是你們有問題的話都可以直接問我們 然後完全這三組的內搭 是我必推 而且你們絕對穿得到 而且非常舒服 OK 好 再會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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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